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关系预算值 关系预算值就是要判断两个条件有没有成立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的结果是1跟0这两个结果 如果你的条件是成立的话 它就会是1 不成立的话就是0 所以关系预算值里面总共会有这几个符号 就是大于 然后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然后两个是等于跟不等于 这个跟加法西对词的这些相关的语言 用法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一样 有两个数字 80跟60 第一个是 a是80 b是60 a有没有大于b 有吧 所以它的结果就是1 第二个 a有没有大于等于b 那有大于等于b 所以80有大于等于60 所以那结果也是1 第三个 a有没有小于b 80是大于60的 所以它没有小于b 所以结果是0 那一样小于等于是不成立的 所以是0 a是80 a是80 b是60 两个有没有等于不等于 所以这个是0 那 a不等于b 所以这个是1 所以算数预算 y是1 算子呢 就是这个大于小于 不等于 好 这些就符号 那这个呢 新章课本呢 4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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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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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